性不是检验爱的好办法 爱情和性是不是一个概念 不管是不是一起的 也不管会不会因为爱才有性 或者因为性才有爱 因为欲望 爱和性是有区别的 小编认为性和欲望 应该是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已经忽略了爱情 只剩下单纯的欲望和性 而且还大实宣扬先性后爱的理论 性是人的自然属性 爱是人的社会属性 性和爱不同 好色是人的本性 所以好色是无罪的 性是人的生理需要 每个人都是好色的 男人就不用说了 女人也一样 他们都应有对性的追求欲望 但是在我个人意思里 没有爱的性行为和嫖娼有什么区别 和一夜情有什么区别 用性来衡量和检验爱情 是多么可笑的行为 就算当你发现性爱没有了 你觉得他不爱你了 你会怎么办 爱是在社会的发展下的一种必然产物 它只是一种人们观念上的东西 一种感情 我认为爱情是瞬间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情就会转化成为一种亲情 一种责任 更甚至成为一种束缚 对于爱情 我们不必追求得太苛刻 跟着感觉走就行了 感性的东西是不易控制的 爱情和性并不是等同的 性是自然的生理需求 无需去克制什么 爱情只是一种同脑中的想法 所以对于这种先性后爱的理论 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虽然当前社会越来越开放 但是开放不代表放始和没有原则 所以我觉得单纯的性爱衡量爱情 是可悲的爱情 对于男士来说 性爱结束之后 男性直接走人 仅仅是做了一次消耗量的运动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 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真操在传动中国人眼中 依旧是很重要的事情 毕竟性爱带给女性的 不仅仅是快感 还有很多后期的义务和责任 比如说如果你怀孕了怎么办 如果当你第一次给了他 最后分开了 你的老公会在意吗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他 你是否就选择离开他呢 显然大多数女孩 做不到离开那个不爱自己的人 既然离不开 那为何还要思爱 如果这些你真的不在乎 那么身体的伤害依然还在那里 所以女孩子一定要慎重 除非你真的可以做到什么都不在意 甚至说你只在乎快感 当爱需要用性来检验的时候 这段感情无疑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爱不爱根本不需要 用欲望来检测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细节都能体现爱与不爱 何必大费周章呢 不要把自己的欲望和爱情 联系在一起 也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 所以女性朋友们 醒醒吧 千万不要随意的交出自己的身体 爱你的人会懂得保护你 优优独播剧场——闭orum